在此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这次讲座是可以说很多次讲座当中 药物讲座的第二讲药物 就是所有的就是乳腺的药物 从1949年开始到2021年 到现在为止 大概有38种各种各样的药物 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汇报 上一次也讲过 这次有一些更新 然而在这个疫情当中 请大家要注意身体 我在休斯顿的两位合作伙伴 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两位专家 一个叫何树平医生 2月1号因为冠状病毒去世 另外一位医生 2月24号下午3点钟也去世 所以在疫情当中 大家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这个疫情 这个病毒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两位医生 我们下一周呢 要举行追悼会 这个可能上面有些人听过 这个毛医生的讲座 到时候会通知大家 今天呢就 给大家讲这个乳腺的国际 前沿药物预防和治疗 这是呢做乳腺的房子 我呢一直是做乳腺方面的工作 从1995年开始 就是做乳腺 然后这也以前也讲过 上一次也讲过 可能大家也已经听了很多了 然后这是我的一些联络方式 对呀 读现这个 现在实际上是全球最大的癌症 我们可能大家听过复旦大学 有一位32岁的年轻女性 她不幸去世 还有这个很多人 就是说成员员 还有这个就是过去的 也有很多像活到100多岁的 像这个原来的这个 蒋教授的夫人 宋美龄啊 她也得过乳腺 就是说这是一个 简单的我做的一些工作 乳腺呢从1949年 因为以前呢做过很多次讲座 大家以前的讲座没听过的话呢 可以跟任医生要微信 或者稍微微信二维码 我从2016年开始呢 做了很多次乳腺癌方面的讲座 而最近呢 也是落落实说 做了很多乳腺癌方面的讲座 有这个病因啊 有这个各种方法呀 三一经乳方案啊 就这次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只有45分钟讲座 能够15分钟回答问题 可能呢 只能就是 只能讲药物 这个FDA呢 从1949年到2021年呢 一共批准了38款药物 从 所以第一部分呢 就讲FDA批准的药物 是哪些类药物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讲这个药物 就是它的PD-1 就是这些种类 有哪些类 哪几大类的这个药物 第三个呢 就讲现在做临床试验 有些哪些东西呢 非常有前景的 然后呢 包括一些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 有些就是生活弧性分子 现在做临床试验的 这个情况 给大家做个汇报 这个从1949年到2021年呢 这篇文章呢 就讲到了 乳腺癌从1949年到2018年 一共有34款药物 34款药物 这个 就是说在这么多癌症当中 在五大癌症当中 就是乳腺癌 肺小细胞 肺癌 前列腺癌 肠癌 和这个黑素素癌当中 乳腺癌批准的是最多的 一共是34种药 所以乳腺癌呢 确实是 不光最大 然后肿瘤药物也最多 这也好理解 因为病人多 然后呢 临床药物的 因为一个药物 至少三期临床试验 要5000人 所以病人一多 他的药物批准的也一多 然后下面呢 就是 有一些这个 有靶腔治疗的 有内分泌治疗的 还有细胞毒性的 这种 分为三大类 当然现在呢 还有PD-1啊 像这种免疫 治疗方面的 药物 总体而言呢 就是分成 这四大类 当然现在有五大类了 因为 2019年呢 有这个 PD-1和PD-L-1 针对这个 就是三阴性乳方案 已经批准了 所以有五大类 2018年呢 就是 就是Black-1 或者Black-2 有突变的 有两款药物呢 都批准了 对呀 这个过后呢 大家跟大家讲 就是这两款药物呢 能够让 乳腺癌 就是具有 Black-1和Black-2 突变的 这些病人 有很好的 benefit 然后呢 这个病呢 是遗传性的疾病 病人有 他下一代呢 有50%的可能性 会有 这是从家族遗传的 像那个 就是 就是一个电影明星 嫁给Peter Juliani 他就是 路线 对呀 他的妈妈 和他的姨妈 都是路线 对呀 他的姨妈 还有卵巢 对呀 所以Black-1 Black-2的突变呢 是 现在有两款药物 已经批准了 能够后兔呢 是 1998年 大家都听说过 和赛丁 对呀 这款药物 1998年批准 然后呢 2007年 还有2012年 2013年 2017年 有五款的 这个靶像药 批准了 这样的病人呢 过去几乎是 很难很难活下来 这部呢 这个呢 是 有一部电影 以前也讲过 就是有一部电影呢 2008年 拍视成电影 叫Living Proof 大家可以在网上 可以看 可以 大概花12美金 可以看 然后呢 这个 就是 Hormone Receptor的 这个Positive 像这些呢 就是针对 因为路线癌呢 它有 磁二纯 蕴酮 和 那个 就是 就是 叫什么呢 Astrian Receptor 磁二纯 还有核2 这三个 三阴的话 三个都是阴性 ER positive呢 是ER 磁二纯受体 是阴性 所以磁二纯受体 阴性呢 这个呢 是1977年 Tomasfin呢 是1977年发现的 然后下面呢 也是 跟Tomasfin的 这个混带产品 有关系的 药物批准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那个 我们叫Mtod inhibitor 对啊 然后呢 还有CDK4 跟CDK6的 这个 这个药 inhibitor 也批准了 对啊 还有呢 就是针对 这个 方向化的 那个霉裂 抑制剂 对啊 因为女性呢 实际上它磁二纯 一开始呢 实际上是从 胸结束 转化为 方向化霉的 转化情况下 才变为 磁结束的 所以呢 它有它的一致剂 A有这个一致剂 当然这样的人呢 比较年轻的话 他加了这个语言呢 他就很容易 相当于进了 更年期了 知道吧 然后这个呢 就是 这些药物呢 主要是 细胞毒性的药物 这个 大家听说过的 叫做 Taxel 这些Taxel Taxel呢 就是国内 叫紫山醇 对啊 紫山醇 它有 多种紫山醇 它的混代产品 对啊 有的毒性呢 相对比较大一些 有的毒性 比较小一点 这个是1953年的 这个药物呢 现在已经没了 对啊 还有些药物呢 还是有的 像这个 上面有一些 像这些药呢 还在 还在用 对啊 所以呢 这面有34种 再加上呢 这两年批准的 4种 一共是 38种药 对啊 所以 肿瘤病人呢 实际上 得了这个病以后呢 还是要用药 对啊 不用药的话呢 很多病是治不好的 我认识一个人 他呢 前不久 刚刚去世 他是用 Tomas Fink呢 用了一次 用了一次以后呢 这个作用特别 就副作用 对他来说呢 副作用比较大 然后呢 后来他就没有用 任何药物 但是他活了15年 到最后也是去世了 对啊 但是呢 要用药的话呢 悟空其他 能够是 治愈的 对啊 所以用药呢 还是非常 有必要的 这就是 乳性癌当中 这些 具体的哪个药 什么时候批准 对啊 有的呢 是在 就是breast cancer 当中批准的 有的呢 就是还是 就是第一次呢 是在breast cancer 批准的 有的呢 是在乳腺 仅仅在乳腺应用 因为乳腺呢 它有磁酸受体 有这个 有这个 就是 蕴酮受体 后吐受体 有的其他细胞 当然其他的细胞 有的也有 但是 表达的不是太多 这是这方面的 一些 具体的情况 大家 这些呢 还有就是靶相药 针对这个 靶相的 像这个H2啊 像这个 还有 像这个MTOW啊 H2啊 CDK CD4啊 这都是 CDK CD4呢 基本上都是 针对 磁酸受体 是阳性的 才会 对它才会有用 像这些是 磁酸受体 这个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荷塞钉呢 实际上是用 MCF7 这个肿磁 cell line 当时 有个博士后 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他用 那个培养铭 他就说 很多药物 实际上是非常偶然发现的 他用一个公司的 这种 Flask 培养铭呢 他这个 这个 MCF7 这个肿瘤细胞 它就不能长 但是其他的培养铭呢 都能长 然后就找出这个原因 这个 这个培养铭里面呢 这个就是 这种塑料制品当中呢 含有 就是 磁酸受体的抑制剂 所以呢 就1977年 就发现了这个 由于这个药物的发现呢 现在鲁县的 五年生存率 在美国呢 是86%到90% 中国呢 现在在73% 然后呢 这边还有这个 VGF这个药物 这个VGF这个药物呢 一开始是批准了 后来呢 也退 就是退出去了 单独用呢 效果并没有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呢 跟其他的药物呢 合起来以为呢 效果比较好 然后还有P 我们大家知道 Pi3 Canis 这个药呢 也是不错的 这个 这个药也批准了 这就是 放大的一些 一些图 就是从 53年到现在 这些情况 总体而言呢 就是说 这里面呢 大家现在 我最近有一些 病人呢 他们就说 已经有 鲁县的迹象 家族啊 有鲁县 本人呢 也快要到鲁县了 对啊 但是呢 他还不是鲁县 对啊 像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呢 吃 Tomasfin 用这个呢 就是 用这个 Tomasfin 这个 这叫 用Tomasfin 这个延伸物吧 吃它以后呢 效果要吃五年了 效果是相对比较好 可以预防的 还有呢 还有呢 用这个 另外一个药呢 这是方向 美的一支剂 也可以 如果说你已经更年齐了 你吃这个药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30岁40岁的话 你吃它的的话呢 你很快就进入更年齐了 这个呢 有一点 有点效果 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呢 它是 有一些伤害的 我有一个病人在广州的吧 他 他在30多岁 他发了乳腺炎 然后呢 吃这个药 吃这个药以后呢 他说一下子衰老了很多 对 就是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这些呢 下面 这些 就是各种不同的药了 这个FU呢 就是 让这个细胞产生 Aptosis 然后 Elluble呢 这是美国 日本的一个公司 叫SI这个公司 在麻州的Andover 这些药物呢 我都做过 这个药我用过 很多这上面药 我都用过 这些药 对呀 所以 这上面呢 有很多很多 就是Taxel啊 有很多药 这是分类 大家要slide的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 这是 下面呢 具体讲一讲 这个乳性 这种 就是分类 这个分类呢 首先呢 是PD-1和PD-L-1 这个 大家听说过很多次了 这不具体的讲 这个PD-1和PD-L-1 PD-1呢 叫Protein-Dase 蛋白质死亡 的 就是1号 还有2号 3号 PD-1 PD-2 PD-3 有三个 这个PD-L-1呢 是PD-Ligand-1 还有PD-Ligand-2 还有PD-Ligand-3 现在呢 还有这个 我们 叫做 Secret 就是分泌的 分泌型的 PD-1 这是我一个 好朋友 他发现的 PD-1 还有分泌型的 然后呢 3月8号呢 2019年 3月8号呢 就是对 三一系列的方案呢 就是这个药物 金铁台 这个公司 现在在马州 有这个公司 这个药物呢 批准了 对呢 这样的药物呢 对 三一系列方案呢 效果是相当好的 对呀 这是因为三一系列方案 相对是非常难治的一种 除非相对比较早 这是使用的这个方法和剂量 第二个理事说呢 第二大类的 就是这是遗传型的 对呀 就是 当然这个遗传型呢 可能是从父母来的 也可能呢 是我们叫denoval 所谓denoval呢 就是 本身自己产生的 对呀 毒素比较多啊 然后 这个肿瘤细胞 就是 这个细胞的 恶性化了 最近 就是 我读了一篇文章 就是 福建师范大学 他们出的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国家 很多地方的污染 重金属的污染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对呀 然后 葛啊 像这些重金属啊 含量呢 像有些地方呢 是 正常这个 国家规定的标准的 164倍 像沈阳这样的地方 是 就是相对于 这个毒素 含量比较多 而且城市 这个土壤当中的 这个毒性 毒素含量更高 这就是 它那个 叫Pub1的 工作原理 Black1跟Black2呢 Black1跟Black2呢 是牵涉到 DNA的 叫做 我们叫Homogus Repair 相当于呢 就是一个病人 生病了以后呢 到医院里面 做非常精细的手术 对呀 这个就是把你这个 剪辑啊 有任何地方 有问题的 它会把你 就是修复的很好的 这个叫 叫 Non-Homogus Ending Journey 这个呢 主要是针对 非编码区的 DNA片段呢 进行修复的 对呀 能够 相当于 这个Pub1呢 这个Pub1相当于 急救车 一个人 好不容易受伤了 能够 就是跟 救护车赶紧去 进行简单的包扎 能够修复 对呀 但是呢 到医院以后呢 要进行 非常精细的手术 和治疗 对呀 这两个 方法呢 就是结合起来 如果说 你救护不结实的话呢 它病人就 就死掉了 就没了 但是呢 这个呢 你没有 包扎的比较粗犯 你后面呢 还要进行 深加工 做各种 treatment 对呀 才能够 康复 才能行 这个呢 就是 如果说 病人呢 它就 Black 两个 都是 蓝色体上 两个地方 它都是 它就是 这个 这个 护车 就没了 它就不能修复了 对呀 那个 怕不问 这个 inhibit呢 也不起作用了 所以这样的 细胞呢 就死亡了 对呀 这是 发表在 2005年的 Nature 杂志上面 就是 back to back publication 就是 同时 发表的 在同一期 杂志上面 pop1呢 一共有 至少 25个family 有25个兄弟 但是 pop1呢 有这个作用 所以 如果说 把这个 password 给block 这个 它在 没有作用的话 这样的细胞 就死亡了 肿瘤就死亡了 这就是 它的原理 能来讲 这个 ho2 ho2呢 就是 它这个 inhibit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 病人 身上 就是肿瘤病人 呢 就是 ERPL 核2 核2呢 是 原来的基因 叫 neu基因 这是 mit的 这个教授 发现 1977年 发现 这个药物呢 是1998年 被批准 也叫 核塞丁 能够2007年 2013年 2013年 能够2017年 有分 有四款的新药 因为一款药 出来呢 它的药 因为它 专利保护器 也就是20年 能够研发过程 到 药物制作过程 基本上 要花掉15年 到16年 真正就是 卖钱的时间呢 只有四五年 那这样子呢 很多公司呢 就会在这上面 做一些改造 对呀 能够重新申请专利 然后呢 这个药呢 也可以继续卖 然后呢 它的效果呢 也会相对比较好 对呀 这个药厂呢 才能够经营 否则的话 药厂它会 一款药 平均要花 16亿美金 这一款药物呢 要平均花 16亿美金 这是非常大的 一个数字 美国这个 药理FDI批准的药物 占到全球 53% 这就是 几种形式 这是呢 在新英格兰杂志 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Hotu 叫Boris Cancer 这个人呢 是当初参与 参与这个研发的 这个 这是具体的一个过程 那个Hotu呢 它有 就是说 它ERBB 实际上是叫ERBB2 有ERBB1 ERBB2 ERBB3 ERBB4 对呀 然而 它是一个孤儿 对呀 它ERBB2 跟ERBB2 结合起来呢 它形成Diamond 就是形成双体 对呀 我们体内很多蛋白会形成双体 然后呢 它 就是ERBB1跟ERBB2呢 它也可以形成这个Diamond 我们叫Hotu Diamond 这个ERBB2跟ERBB4 会形成这个 另外的Diamond 有几种 但总体上呢 就是说 它设计药物的时候呢 一个是两个味点的结合的地方 对呀 然后呢 它下面呢 还有一个接煤 就是Telosin-Kennus Telosin-Kennus呢 就是Kennus呢 过去是药物的这个把点 让这个接煤的活性 医治住了 那就是这个药就起作用了 大家如果 因为这个讲座有很多是 专家教授啊 有的博士导师啊 有的甚至有院士啊 他们在里面听 所以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呢 必须要了解 包括药厂的研发人员 他必须要了解 不了解的话 你的药做不成 对呀 然后就是Homose Abbey 就是结束 结束的疗法 结束呢 就是我们体内 这个内分泌 分泌器官 像胶状腺啊 像乳腺啊 像一些腺体分泌的这种 结束 才说你结束 那过去还有人讲 维生素D是结束 这个说法呢 坦率地说我不认可 因为维生素D 它不是哪个腺体分泌的 它不属于结束 说过内分泌的学 就知道呢 实际上它不是结束的 发现十二层受体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德国人 他1995年去世 然后呢 他1929年发现 对呀 另外一个呢 是麻州的一个叫Docet 也发现了 1932年发现 这两个人呢 当然霍德罗比尔奖 是德国这个人 他1939年发现 但是呢 由于当时二战 他没有允许去拿奖 然后到了1949年才拿奖 这个人呢 发现了持二层受体 也发现了这个 就是运同受体 这个女性的两大技术当中 这三大这个跟鲁信言有关系的 两大技术就她发现 所以大家呢 可以读读她的文章 实际上很有趣的 包括这个叫Docet 这个人 写的文章 都都都都都 因为我们搞内分泌啊 这些看他们文章 现在回顾了 看他们的文章 这些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 这个做了大量的这个基础工作 然后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Thomas Fing 就是和赛丁 是第一个药物 刚才讲了 他是偶然发现 我们科学上做研究是 很多都是偶然发现的 这里面呢 有这些心理药物出现了 像这些呢 这个呢 叫Mtol Inhibit 还有这个 像这个方向光美的抑制剂 这里面有很多激励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个CDK4跟CDK7 他也是 这个就是ER positive 病人呢 用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对 然后 鲁县呢 刚才讲了 就鲁县呢 就是有很多家族 或者本人 他鲁县 有这种比较 有节节啊 有一些癌痫病变啊 担心复发 担心得鲁县 在你没得鲁县之前呢 你用这个 TOMASFIN呢 实际上是 还是有效果的 这是2009年的一个试验 对啊 2009年试验呢 就是用这个TOMASFIN呢 它有三个临床试验 对吧 有三个临床试验呢 它几乎有50%的人呢 这个 得这个 鲁县的 比率啊 就下降了 就减少了47% 49% 50% 然后还有DCIS DCIS呢 就是在鲁县管内 形成的这种癌 但是呢 还没跑到鲁县管外 对啊 叫DCIS DCIS呢 也是可以让它这个 就是降低它的发生 对啊 DCIS呢 很多乳腺癌病人呢 包括ER positive病人 很多乳腺癌病人呢 像DCIS 有10%的人呢 它最后呢 ER呢 它变成阴性了 因为 超伸受体 本身有甲基化 它的promoter呢 有甲基化 如果说 它这个甲基化 就是出了问题了以后呢 它ER呢 它也丧失了 所以呢 有很多人呢 过去是ERpositive的 后来变成三阴性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有10%的乳腺癌病人呢 它会变成三阴性 这也是要很小心的 还要注意的 对啊 能够用这些药啊 就是 用Thomasfine啊 用这个 Ridolf Shipping啊 这是 方向美的一字记 对啊 它对这个 骨质疏松 也有一致的作用 就是 像这个呢 对比较 进展比较多的 就是说这种乳腺癌呢 也是有效果的 能够就是 MicroTubule MicroTubule呢 就是方錐丝 大家如果 在高中学过这个 生物学的 就知道 这个方錐丝呢 就是 把蓝色 就是细胞分裂的时候 这个把蓝色体 就是像 两个细胞 就是分配的 那个方錐丝 这个方錐丝呢 像 就是很多药物啊 像Texol 就是 叫紫三醇 它就是 它就是 方錐丝的一字记 还有 也是方錐丝的一字记 这都是 这样因为 你的细胞分裂了 它 不让你分裂 对呀 自然的这个 就是肿瘤呢 就不能 产生性的肿瘤了 知道吗 那 MicroTubule Inhibit呢 主要还是 Etexol 比较多 这个叫 Pulsivatexol 然后96年呢 还有 二代的Texol 2005年呢 还有叫Ellublin 对呀 然而呢 2010年呢 它上面没写 2010年呢 它对这个 就是转移性的癌症 用Ellublin啊 它能够增加 病人18个月的生存期 所以这个Ellublin这个药呢 实际上是效果很好 而且呢 用力剂量是很低的 对呀 2005年呢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Texol 又出了 它这个副作用呢 相对比较少 因为很多病人 如果说 特别国内的一些病人呢 他们只能有这样的药 心理药呢 没有 它对毒副作用就非常大 毒副作用大了以后呢 病人这个 出现一些问题 像这个 血小板啊 这个 D2 肝肾功能出现 问题了以后呢 它就不能用药了 那就是出现了很多情况了 就是 不能用药了以后呢 病人 正是在 就是 相当于等死了 很多病人是这样的 他的身体状况不好 尽管有很多药可以用 但是他肝肾功能不好 血小板太低 呀 到时候就不能用药了 不能用药以后 那就没办法了 对呀 排细胞 这个 周期的这个一致剂 刚才讲的CDK CD4 这个一致剂 然后呢 就是化疗的药物 这个化疗药物呢 像53年呢 像这些药物呢 都是化疗的药物 这个药物呢 毒性相对比较大 因为 这些化疗的药物呢 主要是细胞毒性的 针对细胞长得比较快的肿瘤 所以呢 就是 副作用比较大 因为我们体内长得比较快的 除了血液 骨髓 胃肠 对呀 还有头发 毛囊 这都长得快的 所以用了这些药物呢 就要 就要脱发了 就要 就出现了血小板低啊 白血球低啊 血像低啊 胃肠不好啊 这些问题了 所以呢 要用一些保护剂 而且呢 很多在有本环结构的药物呢 对心脏有影响 心肌就肥大 50%的 放化疗 这个化疗药物 包括靶相药物 对 它如果有本环的话 对心脏还是有影响的 心肌肥大 这个呢 是 科学的是呢 这是 针对 运酮 有作用的 第一 一个药物 2020年 三一份 被批准了 运酮受体 一直是一个 到这么多年 从1929年发现 一直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药物 投降的时候呢 现在有一个药物出现了 门额就是 做的 clinical trial 上面 有一些 针对 路线的一些 临床试验 对啊 现在你可以 查这个 clinical trial 到gov 你把这个国家 地区啊 什么病啊 然后 收进去以后呢 有各种 这个二七三七的药物 就会出来 所以大家呢 可以查这个 这个工具呢 是用了比较多的 对啊 然后呢 就是 现在乳房癌呢 还有一些 就是 像生活 生活活性移植剂 像这个 具有生活活性的 这个compound 现在也做了 很多的临床实验 这是 相当于一个中硕 对啊 这个呢 就是它具有 这些作用 像这个 正常细胞啊 它能够一致 这个apoptosis 对啊 然后呢 又到细胞凋亡 然后一致呢 细胞 这个 就是复制 然后呢 让肿瘤的基因呢 activate 对啊 肿瘤一致基因 activate 然后这个 这个血管生成呢 给一致 对啊 然后呢 让它呢 不转移 所以呢 这些药物呢 大家 看到了 这些 这些药物 大家可能 建了比较多的 像白栗露醇 像白栗露醇呢 是 具有这样的作用 对啊 还有可可敏 姜黄素 也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就是 韩国的这个 人参里面 对啊 像这个 像这个人参 参类里面 是有的 对啊 还有这些 当然这些东西呢 我不是太清楚 这几个呢 我是比较清楚的 这是这个 方便的一些 临床试验 像白栗露醇呢 在这个 一期啊 二期啊 对啊 都有临床试验的 对啊 还有QQ命啊 都在二期 临床试验 那QQ命呢 是 效果是很好的 就是说 这是 印度人 对全球的一个 共建 他们的 癌症的机会呢 是 相对是 比较少的 当然他们的 平均寿命也低了 他们平均寿命 是65岁 他还没得肿瘤呢 他人已经没了 这也是一个问题的 这是一些临床试验 对啊 就是 白栗露醇呢 酱黄素啊 像这个 生类啊 这里面有分子的 那 这都是 大量的临床试验 在做的 这不是在 都是用的 乳腺炎的病人 来做的 对啊 然后这个 最后呢 讲一个 维生素D 这个呢 我要 非常强调的 这个维生素D啊 这个 这是中国的资料 而且呢 这是复旦大学 这个 就是 中国科学院 对啊 做的 这个 2013年 做的 那就是 8年前 做的 这上面 可以看到呢 中国的人群当中 这个维生素D的含量啊 就是 80%的人呢 是不到 20的 然而呢 15%的人呢 是 20到30 只有4.8%的人呢 大于30 也就是说 正常水平的人呢 只有4.8% 95%的人呢 是 维生素D 是不足 30纳克的 对啊 这是个很严重的状况 现在 包括冠状病毒啊 包括 在中风啊 这都是跟 维生素D 有很大的关系 维生素D 你补充不到30 特别女性的话 你不到40% 不到40的话 你很容易 就得乳腺 对啊 然后呢 对乳腺的人群 来看呢 它就是更夸张了 乳腺的人群呢 就是 小于 20% 就是 20纳克的是 96.1 然后 在20到30 的是3.2 0.7%呢 就是说 乳腺的病人 1000人当中 只有7个人 是达标的 其他的 993个人 他 维生素D 是不达标的 所以我们国家 现在乳腺炎的病人呢 实际上跟这个关系 也是很大的 对啊 当然这是上海的病人 了 就维生素D 一定要补足了 补足的话呢 这是英文的翻译 对啊 维生素D呢 作为女性 你必须要在40纳克以上 否则的话 你很容易的乳腺炎 而且他是 这种 差 差异呢 是阶显著的 不是一般的显著 他是 PV有效于 零点 零零零几点 那种 对啊 这是非常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这次 这个讲座呢 就到此 然后呢 下一次讲座呢 是有营养学的教授 这是这个星期六 他讲 在这个 他是 就是这个星期六 讲这个营养学概论 因为现在 很多人不懂营养 营养啊 维生素D啊 维生素K 他呢 是做营养的 是北京大学 拿到硕士 在 在哈佛大学 做了博士后 然后呢 现在在这个 印第安娜大学的 食品和营养系 做助理教授 对啊 然后在大学 这个 在本科呢 学的 就是 Clinical Medicine 对啊 在威方医学院 北业 所以呢 我觉得他的经验 比较丰富 然后他也发表了 二十多篇文章 也是 一个杂志的编维 包括中国的 这个营养肿瘤的 主编 对啊 对 好 谢谢大家 时间的关系 我们 就是 到此 就是说 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网上 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谢谢孙教授啊 非常 非常精彩的 非常 新的东西 我自己在 觉得 有些东西 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所以 尤其在这个预防 在乳腺癌的预防方面 这个维生素D的这个 这个重要性 也强调的很多 而且好多营养素 对于这个 乳腺癌的 人参呢 白利洛醇 浇黄素 这些的 都是 都是有一个给 乳腺癌的病人 很大的希望 当然 有些 化学方面的东西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比如说 这个 免疫治疗呀 这方面的 三阴是怎么回事 这些原理 恐怕大家 很多人都想知道 恐怕现在一下子 没有时间 讲得那么细 以后呢 更深一步的问题 或者是 比较具体的问题 我们在群里 还可以再继续讨论 请教孙教授 那么我看看 现在有什么问题 孙教授可以回答一下 好的 他这上面 对不起 这上面说声音特别小 这个就先不要说了 因为可能是他的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听的 还是可以的 至少我在这声音 还是挺好的 好 那个 乳腺癌已经 手术多年 现在状况良好 还需要用白利路醇 浆黄素和卫生素D吗 我觉得这个 就是浆黄素是可以使用的 维生素D是绝对是需要用的 你最好在50到60最好 对呀 40以上 必须要40以上 女性的必须要40以上 但是也不能太高 对呀 大概70到50是比较好的 对呀 我现在是46 我的维生素D是46 您指的是 对不起 孙教授 您指的是25腔 维生素D的指标 是吧 好 那这上面呢 就是说 手术多年 还需要白露日醇 浆黄素和维生素D 浆黄素呢 实际上是真实需要的 浆黄素呢 这个作用非常广谱 然后呢 这个 它那个像 像那个 浆黄素的副作用 应该说相对比较小的 维生素D 白露露醇呢 也是可以使用的 对呀 但是呢 白露露醇用的时候呢 稍微当心一点 因为白露露醇呢 也有可能一些副作用 对 Can you show the last page the last page 就是这个维生素D 是吧 可能就是一个汉语的 那个吧 不是 应该是英文的 我不知道 是英文的还是哪个 Can you show the last page 是这个 是这个吗 维生素D吗 还是 刚才是显示的 last page 对呀 因为那个 不行的话 咱们在下面 再解决这个问题 能否介绍一下 这个K药 现在这个K药 在流行的治疗效果 这个 现在呢 K药 O药 这些呢 都是 PD 就是 PD1 对对对 实际上就是PD1了 不同的公司 为了给他们自己的 名称吧 就是K药 O药 对吧 这个 现在这个K药呢 对三阴性的乳房癌呢 就是 还是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呢 就是说 怎么说呢 K药呢 针对 乳腺癌的病人 现在在三阴性乳房癌 已经批准 其他的 乳房癌呢 还没批准 但是呢 不代表不可以用 对呀 因为这个三阴性乳房癌 它这个相对比较难治 所以用的人呢 相对多 然后呢 效果呢 相对好 也是恶性的 癌症呢 用这个 用这个 PD1 K药 或者O药 包括特别晚期的病人呢 用这个K药 O药呢 效果是相对比较好的 像那个 NCR一个大牛 叫 Rusenburg 他呢 就针对这个乳腺癌 很多病人呢 都治不了的病人 到他呢 有呢 能够被治愈的 因为一到晚期的 肿瘤病人呢 他的DNA的突变 越多 所以呢 又产生了新的这种 就是用K药和O药呢 效果会更好 因为用K药和O药呢 实际上 原则上呢 就是越是恶性的癌症 效果越好 越是晚期的病人 效果越是好 知道吧 所以往往的病人呢 到最后都要试一下 用这个K药和O药 有的人是能救回来的 我这里面有不少的病人 他们真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然后呢 用K药 用O药 这个病真是 一下子肿瘤就缩小了很多 上次有个病人 他就是肠癌 他没办法了 他已经转到肝脏了 什么就是赫莱曼用这个K药 一下子用了第三次 他就出现了非常好的效果 然后呢 这个K药和O药呢 他有个假 我们叫Soto Response 假的反应 就是肿瘤呢 从体积上来看呢 他变大了 实际上呢 他肿瘤里面 他这个免疫细胞增多了 肿瘤的数量呢 是减少的 但是你做CT的时候呢 你发现这个肿瘤是变大了 往往这样的是很好的效果 我们叫Soto 这个 方便 就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录音 我想可能任医生他们已经有录像 孙教授 我提醒你一下 上面有一个英文的 他说 I'm a first cancer patient I'm wondering if I should take the Krona virus Vaccine 你知道这个吗 再来上课一点 我看一下 Crona virus vaccine 就是乳腺的病人对 就是用这个vaccine 是可以不可以 对 这个呢 王立梅医师上一次也讲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免疫状况 情况不知道 知道吧 你的如果免疫是正常的话呢 是可以用的 如果说你的免疫本身功能比较低 你要咨询你的医生 因为你当时的医生呢 对你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来做决定 好吧 就是用这个疫苗的问题 打疫苗需要不需要用 我给其他人 其他听众说一下 就是有癌症的病人 在根据你的情况 情况 看需要不需要打疫苗 对 这个呢 最好呢 是咨询你的 咨询你的肿瘤医生 咨询你的这个肿瘤医生 他来做决定 因为这个疫苗呢 实际上原则上 每个人都要打 但是肿瘤病人呢 如果说你免疫比较弱的话呢 可能还是需要问一问自己的医生 知道吧 然后基因疗法 国内下面那个维生素D的钙片可以吗 维生素D的钙片呢 就是 就是 就是维生素D 这个 当然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生素D 加K2啊 钙片啊 这个看看它的吸收率怎么样了 对呀 你的效果是不错的 然后需要 国内能买到您所利的药吗 国内呢 大部分的药都能买得到 特别老药 但是呢 更新换代的药呢 很多是没有的 对呀 然后 特别因为这个药厂呢 他们为了赚钱嘛 病人呢 他也需要这个 副作用小的嘛 所以他药厂 同样一捆药 他 他要更新换代的 对吧 很多 像子三尊一代的药物 他副作用相当 相对非常大 那到第三代的药物呢 就是副作用就相对很 很小了 对吧 所以 国外的药物呢 也是 比较先进的 当然美国的药比较贵 然而现在基因疗法 在乳腺炎的治疗情况如何 基因治疗在乳腺炎的 这个情况呢 现在针对PD 就是Black1跟Black2呢 现在呢 在有基因的疗法 有月苗 因为现在有很多病人呢 他自己得了 他自己的孩子也遗传了 现在呢 打月苗 这个2007年 现在在UPA 就有这样的研究 到底 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 可能还要跟具体的 这个 医生联系 能打月苗的最好 因为 现在我有很多病人啊 实际上他 他Black1 Black2有突变 男人孩子也有这个问题 他需要打月苗 然后说呢 Maggie 我是三阴性有方癌 手术前用过 红药 用过红药水和紫三醇 手术后 医生说 化疗不彻底 让我吃半年 卡皮塔冰 这样彻底清除 A细胞吗 对 这个呢 坦率说 就是说 如果说 光光化疗 像你紫三醇啊 卡皮塔冰啊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 肿力给切除的 你至少呢 要用一些靶像药 至少要用免疫治疗药 因为乳腺炎呢 虽然是ERPR和2 有这三种 但是呢 实际上这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靶 不仅仅这三项靶 实际上这个乳腺炎病人呢 还有这个雄极素受体 对啊 它也是一个靶 对啊 还有这个就是 针对一些基因 Meclation的 像也是一个靶 实际上里面要 你要做基因分解 做这个做很多这种分析以后呢 也可以找到把点的 最好呢 还要用免疫 免疫的这个 就是一致剂 对啊 仅仅用化疗 和这些就是非特殊 就是仅仅用化疗 是不能彻底的清除这个 N细胞的 只能延长寿命 对啊 能够每天 降光素吃多少克 降光素可以预防中 这降光素呢 你要买那种 就是 嗯 实际上你在买那个 到印度商店买那个 降光也行 但是呢 它那个吸收率比较低 对吧 你这个相对 它像印度人 每天要吃那个咖喱 吃一样 它那个降光 但是它那个降光 吸收率是相对比较差的 呃 维生素D呢 是维生素D3 比较好 呃 能够介绍一下 预防乳腺的药 预防乳腺的药呢 刚才讲了两种 一个就是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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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嗯 Tomas Fieng的 这个 Saturate 叫Saturate 那个叫 中文 比较叫什么呢 呃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方向一字记 方向美的一字记 因为 女性的 这个词号组 你说的那个 Tomas 你刚才讲 呃 延生物是新的 它是一种 对这个呢 就是我可以显示一下 呃 这个 这两个药 就是针对 来取座和那个 Tomas 这个呢 就是FDA 批准的 这三款药 对啊 这是三款 可以 可以预防 呃 肿瘤的 这个路线 对啊 这三款药 Tomas 就是那个 Reloxifin 是Tomas 的 这是方向 就是 就是 雄结束 变成 此结束的 一个 一个美的一字记 因为 女性 没有来 去做吗 不是来 去做 哈 就是来去做 就是来去做 就是这里头没有写的 对对 没有来去做 就是 Reloxifin 对就这个 我不知道中文 可能就是我这个中文 可能 我可是记得有一个是 那方向画面一字记 叫来取座 这里头没有提到来取座 呃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没有提到来取座 这里没有提到来取座 我记得那个 是三种 实际上最近的一篇文章呢 是两种 对啊 实际上就是这个 跟这个 这两个 另外一个呢 我 为什么没有那个来取座 很奇怪 嗯 对好这个呢 你可以给我加微信 我再跟你再继续说 好吧 那个 现在能确认的 至少是两种 对啊 那个 预防 对这个你要预防的 家族有这个问题 一盖 维生素D 开吐 为什么 你要吃多少 你的体内呢 要维生素D呢 至少是40 你要查的 对啊 我最近刚刚查 25腔 25腔为D 嗯 要看这个 维生素D呢 你这个呢 就是 怎么说呢 短时间内 你吃 吃2000单位 是安全的 吃5000单位 实际上是太多了 对啊 就是我们必须要 讲究规律 2000单位呢 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维生素D的委员会 建议每天5000 啊 这国际单位 这是错误的 维生素D 我也认为 不能太吃的量大 嗯 你这个 你 超过5000是 有 有些人 尤其是会 产生尿酸增加 对 维生素D呢 吃2000单位呢 是安全的 对啊 然后呢 到了 50啊 60了 就行了 不能再高了 没有必要那么高 对啊 然后 一二 喝度阳性 但是一二 那百分之十 呃 是阳性 呃 弩性 在这一种方面呢 是经济 呃 一二阳性 但本 这个呢 这个 这个 喝度呢 如果是三个加 是阳性 它有90% 那就是一二阳性 就是喝度阳性 如果是一二阳性 只有10%阳性 这不算阳性 知道吧 因为 它 只有10% 那其他的 对它效果不好 知道吧 所以只能 那一按这个 嗯 怎么说呢 一按喝度 阳性来治 对啊 你10% 太少了 嗯 然后就是 乳性 在使用 是经济 在使用 维生素 C啊 B啊 这些水龙性 维生素 是可以的 对啊 我以前做过一期 做门这方面的讲座 嗯 维生素C呢 可以大量的使用 但是一次呢 不要超过三盖 然后 它的半载区呢 是 在体内的半载区 是一小时 你要吃四盖啊 五盖啊 就很容易拉肚 对啊 然后维生素B呢 可以多用一些 没关系 嗯 Q10也是可以用的 对啊 最主要呢 还是 嗯 维生素C呢 可以大量使用 一天用10克 都没关系 嗯 但是呢 你要隔了用 然后呢 就是 你那一盖指的是 500毫克吧 对 对 对 哦 对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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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一下 这个 You mean Katrita was proved by the triple negative Do you mean the proved by FDA 这是 FDA 但是呢 不是 不是KR 是另外 不同的名字 不是他们 这家公司的 对吧 虽然是 所以 因为KR呢 是另外一家公司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K药 你知道吧 它是这个 它指的是那个 PDIL1的 就是那个药里头 一种K药 刚才您念的那种 我也没听清楚 另外那个 它是指的那种 O药 对 指的是O药 一个是K药 一个是O药 是这个 就是用 准确的是这个名字 是这个药 知道吧 因为K药 O药 是不同公司的 知道吧 K药 跟O药 他指的就是 想弄清楚 K药之外的 那个O药 是什么具体名字 他问的是这个 也不是O药 就这个名字 叫A-T-E-Z-O 是这个药 因为刚才我听你 一个是K药 一个是O药 就是 他们 老实说 我不记这些公司 他们为了自己的销售 把自己的公司的名字 的药 就用K药 那个公司用O药 这个都是为了 他们的销售 知道吧 谁也不在意 他们用什么名字 K药是比较有名的 对 K药因为它是 第一个公司 那么 K药以外 还有一种什么药 刚才给他说了 一定需要用 TOMASFIN 在预防的话 最好用 TOMASFIN 那个药 最好要用 排毒对肿瘤的作用如何 如果说70岁以内的病人 对我们体内有很多很多毒素 对呀 那篇文章 实际上 成长也用 把它翻成中文了 我也看了原文了 我们国家土壤的中毒 毒性是很大的 一定要排毒的 对呀 我维生素D 只有22 那应该是服多少 你维生素D 只有22呢 你最好是2000单位呢 一天是安全的 能够到40到60之间 保持至少40到60 三阳晚期 lock1基因突变 有啥用药 那你是很好 你这个三阳 三阳是 三阳的话 那lock1呢 它也是 lock1呢 它这个呢 也是 DoubleStrandBlock的 也是HR的这个password 对吧 你这上面药就很多了 你这个就可以用很多药 要是三阳的话 你有很多药的 可以用的 像是这些 几乎数语调都可以用 如果心脏不允许 继续用核塞钉 哪一种可以替代 我觉得这个核塞钉 最特别一种药呢 又是 又是这个 先批准的药呢 又是好一点 然后呢 你最好呢 吃一些鱼油啊 保护你的心脏 很多50%的病人 他是用这个 用化疗的这些药物 对心脏是有 有很坏的作用 有很多人心肌肥大的 对啊 像我 我两个亲戚 实际上 他们一个是 心肌肥大很大 后来这个 另外一个亲戚 也是到底生癌了 后来心脏很大 一下子就 就发得很厉害 对啊 就是这个也是 很大的问题 DC每天多大剂量 DC 每天呢 在2000单位 是比较安全的 那我 因为我们是做营养的 我们必须要安全 对啊 姜黄素 他们问姜黄素的脊量 400毫克每天 够不够预防 嗯 姜黄素呢 嗯 我 我不太清楚 具体的那个 有的人说吃10颗啊 有的人吃 我要吃的话呢 就顶多吃4颗 对啊 对 我见过它的那个量有200毫克 一天两次 那就是400毫克 这是个普通的剂量 对 是不是能够预防 乳腺 不知道 我见过 我用过的姜黄素 就一天200毫克 一天用两次 嗯 那么400毫克 不算多的 这个量 对 姜黄素呢 可以多用一些 然后呢 姜黄素呢 觉得还可以 也是紫龙性的 最好呢 跟荤菜一块吃 你有时候呢 一天啊 早中啊 就吃4颗 实际上 姜黄素呢 还是好东西 对啊 有大量的 你想 Clinical.gov里面 你把这个 Cocuming放进去 至少有 150个 Clinical.gov 而且现在有很多 嗯 很多就是 已经到了 临床三期了 对啊 乳腺炎 怎么预防 骨转移 用什么药来 预防 那 乳腺炎呢 这个骨转移 实际上是最后一步了 乳腺炎病人 到这个骨转移 它是很疼的 现在 针对管 针对骨转移的药呢 现在还在 应该说 还在研究阶段 有那个谁啊 有那个Massage 就是那个 四龙的那个Massage 专门是研究骨转移的 它现在有几个药呢 应该在临床三期 对啊 还没有形成药 对啊 它是专门 做这个 做这个 颅腺炎的 颅方癌的 这个转移的 骨转移的 三婴是T药 就是说 三婴呢 就是那个药 对啊 这是不同的公司 它反正就是 PD-1的药 对啊 但是呢 它不同的公司 它用的这个 八点不一样 嗯 维生素D 3 嗯 钙 钙呢 你要跟 钙呢 就是维生素D 跟钙 人家讲呢 就是说 你使用钙 不 不使用这个维生素K2 那就是耍流氓 能够做营养呢 也是这样 你如果吃营养素 不讲剂量 也是耍流氓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下一次讲 讲座 就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 吃东西 他没有素 大剂量 那种 有很多是 是有危害的 知道吧 一定要讲究剂量 除非这些 有治疗作用的 像维生素C啊 它的这个剂量呢 相对 它有临床试验的 像姜黄素啊 像鱼油啊 像这些呢 它有治疗作用的 它可以大剂量 有些东西呢 你不讲剂量 就是耍流氓 对啊 这是非常重要 对啊 那个 是啊 是很重要 那个 是用钙不加K 是耍流氓 我解释一下 就是说因为 K是帮助钙 转移到骨头里面的 所以 说你不要 用K 用钙啊 不是K 用钙 你如果不加K的话 那 就是说 它转移不到骨头里 血钙 增加了 反而会损害你的血管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他这方面 我帮大家 不知道的人 我稍微解释一下 对 这上面有很多文献 就是说 钙呢 是普遍缺乏的 然后这次 美国的2020到2021到2025上面就讲到钙呢 是有70%的人是缺乏的 不是不缺乏的 但是你补钙的话呢 你必须要用吸收比较好的 然后呢 同时呢 跟维生素开吐一块用 最好呢 跟这个维生素D啊 美啊 一块用 这样才行 否则的话 它形成钙斑 在习惯当中 而且形成钙斑 就很容易的心脏病 这个就是脆 知道吧 就很容易用的 维生素D是 一天吃四个 你这个呢 我是一开始呢 我是一天吃两个 吃两个月 我原来是21 后来长到40的 对吧 现在呢 我每两天吃一盖 那现在就维持46 知道吧 一开始 这会好像声音有点低了 我听得都很费气 就是说 就是说 维生素D啊 就是600个单位 你一天可以吃四盖的 在 对啊 IU呢 这是国际单位 那个 有一个问题 就是 请孙教授注意一下 喝吐阳性 一二百分之十阳性 一定要需要用 TOMOX7吗 喝吐阳性 他这个呢 就是他用 和塞钉啊 包括后面 这四种药都是可以 但是 喝吐是 他说一二 喝吐阳性 一二是百分之十的阳性 还需要用那个 TOMOX7吗 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的 因为你的肿瘤 是一二是阳性 如果你这个一二是 三个加的话 因为我们 做病理的话呢 要分 就是一个加 两个加 三个加 四个加 三个加 四个加 这要是三个加的话 你用TOMOX7是有效的 是非常有效的 知道吧 但一个加用不着用 是不是吧 就是不太 一个加 一个加 他就不能 没有必要 一个加 他不代表 他是阳性 说成是阳性的话 他就必须是三个以上的 知道吧 他才能是真 OK 好 那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对 然后德鲁选 还有一个排毒 主要方法是哪些 排毒呢 这里面 当然就是 有七天清场啊 有这个肝脏 肾脏的毒素了 这个呢 你谁让你 愿意上来的人 可以 我聚集点 七天 清场排毒 一定要做 真是一定要做的 下一次呢 我会讲一个 这个就是 为什么要排毒 因为这个 我们国家 这个 包括美国在内 我们体内的毒素 确实实是 非常多的 成长过去 就讲过很多这方面 最近我还读了 那篇文章 触目惊心 对 这叫 剃药 反正他们公司 自己弄了个名字了 然后 更年期 Tomas Fink 需要服多久 服五年 对 为什么 卫生树 How to act K2 这个呢 你就是要买K2 对啊 要买K2的药 对啊 才能够买到 你谁让你上来的 你就问他 是吧 你要没人告诉你的 你这个又加我的微信 我来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 卫生树K2呢 是很重要的 刚才这个 卫生树K2呢 实际上那个 刚才发现那个 就是发现那个 就是 赤药 纯的一个 马周林 那个人 他像K2 是他发现 对 好吧 由于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超过 好的好的 那么 你现在已经超过15分钟了 谢谢孙教授的精彩的讲座 然后咱们遗留的问题 还可以在群里面 讨论 也可以加孙教授的 那个微信号 和他 那个谁 那个陈老师 你现在我打仗一下 大家先不要离开 我一会儿 我有些重要事情 给大家交流 好吧 先不要离开 稍等一下 好的 你接住讲 因为一说结束 马上人都离开了 说说我希望大家 等一下 有些事情 中美林主席 还有非常精彩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呢 中心呢 中心主要是 重要事情是 对大家都有利的 我是考虑 因为每次活动 也不 也 这个都来自不同的 有些朋友 对中心也不了解 我们要介绍一下 包括中心现在 新开的一些 大家还不了解 比方一些 新开的一些 这个活动 讲座 也不少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能够参与 主要是这样 我再说一分钟 行吗 没事 你说两分钟 也没问题 三分钟也没问题 就是这个呢 就是这个星期六呢 有 叫 叫赫磊 教授呢 讲这个营养学概论 因为 我们真正对营养 懂得人是真实不多 包括很多医生 包括我女儿 学医 梗门营养 就没读过 她呢 是专门做营养 现在是这个大学的这个助理教授 在麻省总医院呢 也是跟了一个院士在做的 当然他是做的鱼游了 然后还有在百大毕业 百大硕士毕业 然后PhD呢 也是做营养的 这个人水平 赫磊 这个也是 北美这个营养学会的副会长 水平相当高的 所以建议大家参加 另外呢 我们下一周呢 就是毛泽江医生 他的那个追悼会呢 要举行 大家如果感兴趣 后再听过他讲座的呢 希望参加他的追悼会 网上追悼会的话呢 跟我联系 好吧 好谢谢 谢谢李主席 给我这个时间 给谢谢那个任一生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谢谢孙教授 谢谢孙教授 那个是这样 我给大家讲一下 孙教授这边也是 你看这个从 基本上 从八点钟到现在 你这也在给大家讲 讲的 我要基本上 我要整个听起来了 真是这个健康的方面呢 关系着我们每个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包括孙教授 看来是讲的 讲的那个什么 那个毛医生啊 还有那何医生 何若平医生 这个你看不行历史 这个事情 当时他在一个群里聊以后 他在这边 把这个情况讲了以后呢 那是也就是 那个应该是毛医生 去世几个小时以后 他第一时间发到群里边了 我们看到以后呢 尽管我们和毛医生啊 什么没有幕面 真的这个 这都不幸了 我们自己 我是在半夜才看到 应该是在 孙教授 罚了不到十分钟 我看到他这个 这个信息 我当时也是 心情也很沉重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 不管是你的 医术有多高明 你怎么 怀着你呢 在这个新冠面前 谁也没有办法 谁都没有办法 说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大家 保重自己 注意 注意少接住人 能在家 尤其现在孩子放 我今天早上发一个 发一个 这个群 我有时候我们自己 我们带这个孩子放春假 这个去年爆发 就是因为孩子春假 有把病毒 咱不管是从哪个国家 带过来 是吧 这个情况 本来是 我们加拿大 尤其是加拿大 很多城市都是一片净土 包括孟塔利尔 后来成为重灾区 对吧 就是一个 就是因为 出去掉以后 孩子给他 有些给他带回来 说这里边呢 我就说大家 一定就是说 能在家 尽量在家 你说出去也行 出去就你们一家几口 出去都行 真的不要再接触 这个人 还有什么聚会 不认识 不认识的 搞到一起 你就是认识的 甚至说你的子女 如果他们经常 给外面接触 尽量你们也不要接触 我是这样的 大家 这个真的要 要重视起来 因为第一波的时候 大家都很重视 我们华人 我听到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感染 加上我们这志愿的 也是也很努力 搞这个资源隔离 帮助大家做资源隔离 第一波还真的很好 前期 尤其是爆发之前 做得很好 后期 就第一波都看 大家都比较解释 基本上不出家门 我从那个网购里面 都能看到 第一波 有多少人要网购 第二波 没听到人要搞网购了 当时我们把那个信息 也传的 包括多人 都要好多城市 我们都把那个网购信息 在当地的网购信息 去做 第二波都没听说 结果第二波多厉害 对吧 第二波 对吧 都比第一波还要高几倍 而且真的要命 你像蒙特利尔这个地方 还搞宵禁了 宵禁了 到现在宵禁还没结束 这个不搞 也真没办法 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真的真的 千万千万要保证自己 这个我不再多说了 实际上这个是 大家都懂的事情 现在我讲一下中心 这个又新开了几个 几个活动 第一个呢 就是我先介绍了 明天下午 七点到八点 就是我们这个时间 前一个小时 七点到八点 是一个 马医生 谈医学美中 这是个群世 这个讲座 就是这个一个讲座 每天一次 每周 不是 每周 每周这个时间一次 周二这个时间一次 从今天开始 我把那个耳闻满 给大家分享 这是这是这一个 这是我马上 这个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周三 周三呢 是一个幸福医生的 一个读书分享会 这是来自北京的 刚刚呢 马医生 他是 他是 在来自多林多 当然他也是从北京过去 他北京是 他在北京 二十多年吧 他来有整形美中医院 他有他的履历 也是 应该是很有 很有这个 在这方面 很有建筑的 在这方面 医美这方面 医学美中这边 是很有建筑的 一个 是学者型也好 或者是一个 就是专业型的 应该是这样 他就具体有介绍 明天开 开的时候 大家介绍 这个周三 周三这个上午 就是我们那个 幸福医生 读书分享会 后天也读一本书 也读上 他每次 这个孙老师 就是一心老师 他每一次 给大家要读一本书 上周 是试播了一次 也是这个时间 就是每 就是每周的 周三上午 八点到九点钟 一个小时的分享 上次 第一次试播 都我看到 有四五十万里 在大家都在听 这个 所以说 希望大家 能够进 这个群里边 我马上把 这个群 大家如果扫了以后 我把那个群 发上去 这里边 老师都在里边 群里也互动 就像我们的很多群 一样都是 直播间和微信 也是互动 这是一个 这是 这个我现在办 那个幸福医生 分享会 这个为大家 分享一下 这是 每周都是这个时间 八点 周三八点到九点 每次一次 一本书 这是 这是 这是一个 第三个 就是我们 这个 周六 不是 周五 周五晚上 周五晚上 我们分享一个 这个 是一个来自温哥华的一个 一个学者 一个作家吧 这个王力博士 他那个名字里就叫 王力博士 这个读书会 也是一个读书会 一个读书会 他们他自己是写 他能让他自己写书 然后分享 有些是他自己吧 反正他是没一次 他局地时间没定 但是周五晚上呢 就是个上次那个 少医生那个最 那个重要时间 我们是每周周五啊 我们每周五是晚上 八点到九点半 是一个就是中心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机动的 就是每周的一个 不同的 这个去一个 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时间呢 要算黄金时间吧 一周里黄金时间 我们就安排个机动的 就重要活动 中心安排重要活动 这个呢 就是王力博士的 他分享一个呢 就是一个包先生 他一个移民的故事 包先生也是这个 西部吧 也算温哥汉那边 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也算一个 一个实业家吧 一个干实业的 包道平先生 他和他写了一本书 关于包道平 从84年来加拿大留学 这些创业故事 到去年退休 去年他退休 包道平先生呢 我也认识 去年又关于西部呢 格雷德纽的那个 那次那个 就是污蔑我们这个 什么华人 那些什么统战部 和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有侨领啊 把什么东西 勾结到一起 他在网上搞了些事 我们就告这个媒体 我们就是大家出现 那个 当时搞这的时候呢 我是有幸 就是作为东部的代表 他们主要是 那么西部组织的 我们就搞了一个加拿大 后来我们又联系了 不少 多伦多伦 孟塔利尔的这些 一些 加入到团队里面 我中间也参与了一段时间 我也是 我当时呢 也是这个 包厢城还推荐我 因为这是他 他发起 他们一些 那些包括市长啊 议员啊 国会议员 那个什么 省议员 市议员 他们结合一起 包括叶市长 他们搞到一起 组织的 主要以华人为主 因为你有多元多元的 华人也很多 他们搞了这个 我当时呢 就是 这个也参与了 到里面 他我们也当时很快 注册一个 飞行李组织 反正我们 我经历了 也就是不到半个月时间 我就 我都撤回来了 因为我中心是特别多 我都 我都也管不了那件事 而且 都来自不同的 有些事情很难统一 统一 我都撤回来了 但是这个呢 包厢城 娇学时 就是这样一个 也很有啊 这个 怎么想 就是 社会责任感吧 一个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 中心的二维码 我分享一下 这是中心的二维码 就是中心的微信 加了以后呢 中心所有的群 都可以进 这里边我再查一下 就是我们 河南省人民政府 和我们这个 我们中心 在那环境中心 在春节前 派驻了一个 中级专家 已经进入到我们微信群了 这个专家 他坐在微信群 因为他在国内坐着 他现在还没有 具体时间安排时间 正好春节前 没有安排时间 和大家直播间见面 就在微信群 去做这个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你进群了以后 就给你答复 他就给你回答 你有什么问题 你讲 他只要看到 他就在微信上 给你回答 你进去之后 你就爱他 那个群里 马上都五百人了 所以大家呢 如果这个对那个群 如果有这方面 有疑难问题 中心方面有什么问题 他是新血管专家 这个方面呢 反正是这个 但中心方面吧 基本上有些都是 全科医生了 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进去咨询他 你到时候呢 你加一下 反正很快都满了 你需要了 你都可以加中心 这个就是也只要了 对吗 包括我们中心的宣传群 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也是就选择 大家愿意给中心 做志愿者的 也可以加这个 你说你要进中心宣传群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中心现在需要 很多很多的志愿者 方方面面都需要 所以希望你进群联 你第一时间 能够得到中心的这个信息 然后呢 你不管在哪个国家 你哪个地方 你都可以给中心做一个 做一个宣传 我们的目的也是 让更多人的受益 是这样 这个大家加一下 包括这刚刚说呢 王立博士那个读书会 你说我要进 这个王立博士读书会 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你拉进去 这就我刚刚讲了 包括中心的很多 已经满200人的群 我今天早上 我统计了一下 我们现在中心的群 我给大家讲 这些东西建群也比较多 有些群买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现在作用比较大的群 我今天算了 今天我一个一个算起来 已经我有些可能还没有 一定一百零几个群 这是质量好的群 如果在有些就是 质量不是太能啥来 那可能中心现在都有200个群 这个我 说这个群也多 也不好 很多群的就是我讲的 差不多都这个100多个群 一定买200人的 一定超过的 就是很多都要扫买了 所以大家呢 有需要 就是可以 就是 你讲一下 就是都给你扫买进去 就行了 就是 这我大家讲了 是 这这件事情啊 然后最后 这个 然后是3月6号 3月6号呢 有一个 有一个是那个中文朗读 中文朗读的这个学习 这个中文朗读学习来 主要就是说 我们这个 针对的是 这个二代 就是说这个 这个二代 这个 就是5岁到20岁左右吧 这个这是主要的 寿终念 他这针对这些孩子们呢 就是他们基本上 是中文零基础 有些 可能有些会说话 会说 跟着父母说话 但是你让他认字不行 写字不行 拼音不行 这里边呢 就解决这问题 他就通过朗读 去解决问题 包括 他是在周六上午 下周六啊 就这个周六 周六上午 10点钟 到11点开课 就是开课 每周一 都是这个时间 这是来自 这是来自郑州的 一个吕老师 他去讲 他也是外派 他也相当于 中小学的高级教师 他也外派到海外 就是国桥办公室 外派到海外 这个支教嘛 这个 刚刚回国 他就申请来做 中心来 在中心做义工 这是 还有一个呢 我们就是 那个叶子老师 我们中心有两个 叶子老师在作业 一个是学上英文歌的 一个是 是这个 在老挝的 一个来自卧台华 一个来自老挝 我讲的是来自老挝的 他现在还在那支教 在那边呢 就是也是国家 开到老挝那边 在华侨 他在那里边呢 就是 他现在 他给讲的中心十字 已经开会了好几周了 每周 每周六的 八点到九点 这个时间 说你们这边有 二代孩子 尤其是这二代孩子 包括有些我们自己 包括一些戏人 都可以参加 这个学习 这个 这是也是中文的 推广中文 大家能够学中文 现在 中国发展也不错 这个很有必要 去加强中文 本来我们就是 阎黄子孙 应该去学习中文的 这个 我讲到这 最后一个 就是我讲一个 就是上周已经开了 一个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 这个 这个群 这个是 他是主要讲脑子到北京 这一块 还有些 就名价 讲 江国梅 来自 我才完了 江国梅老师讲的 他本身在中心 已经讲了 我们的一个 就是 他本身 就是 他在中心 就有一个 这个 就是美洲 美洲就讲 那个 这个 解压 心理解压 每周一解压 现在呢 就是还是那个时段 每周四的晚上 晚上 七点到八点 上一周 他讲的是国学经典 第一次讲的 首次 下一周呢 就是这周 这周周四呢 他讲心理解压 下一周 这个 这两个呢 他灵魂讲 说在 就国学经典的时候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课程 喜欢的 可以进这个群 进这个群 这个 整个吧 中心的新开呢 可能下周还有 现在他们还在联系 下周还有开群 还有开 不是开群 还有有新的活动 这里边 我讲的是 这个是把 今天给大家讲的 就是每一次 有活动结束了以后啊 就是一个呢 是 我讲两点 一个是老师 出单 他们没有走 尽量我们 如果不是太紧 紧急的情况下来 能留下来 尽量 等着老师走了以后再走 另外一个呢 结束以后呢 中心还有很多 像今天讲的这么多事 跟大家讲 你说这个哪个事 我想说在座的都应该说是 应该是其中 那么是有一个你感兴趣 你就是说你不感兴趣 你把这个转给你的朋友们 肯定有你的朋友 这些都是感兴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参加到 这个 就是说每一次的结束以后呢 要大家的韩式留下来个几分钟时间 或者一段时间 大家来沟通一下 是这样 对我刚刚还少了一个 刚刚一个就是我们 这次这个春节天天乐活动 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制作糕点 面点的 那个因为时间呢 可能这周要快了 这周会开 也会开一节课 反正每周都一节课 中心也没有很多时间给大家 给志愿者 所以说这边呢 就是 这个糕点制作这块呢 反正挺好 晚上 上周的这个时间 还因为时间问题 他们后面好多人也在等 这前面呢 这个那个 叶子老师还没结束 这中间一时间 还有点冲突 这个大家可能有些 也参加这个 后面也知道 所以说这个 现在 这个呢 是 国学经验 制作糕点 就是制作糕点 这个呢 现在特别群里在互动 都挺好 每天你制作呀 这都是生活中 我们经常 大家包括以后炒菜 也要放到里面去 这个是大家生活中 都是要面对的一些 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技能 是要学的 是要交流的 这个大家可以扫这个 这个是说完了 说完了 我现在 我看还有多少人 现在还有多少人 还有46个人 那我现在就是讲一个 比较重要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中心这边呢 也收到一些邮件 讲中心 我们中心 说这个 说问中心 有没有卖那个什么 美丸产品的 怎么回事 问问这个什么 什么 我都不讲了 其他来 这里边我讲一下 这里边我给大家量平态度 这里边呢 作为健康产品 什么 老师在那边讲 正常的销售 这个我们中心 都是支持的 不管怎么讲 中心的支持任何一个 就是当时做工艺的老师 在这中间 不管做多少 这个工艺 我们都是支持的 这是没什么讲 但是作为中心来说 这个 对 就是说 这没啥讲 包括 有些 就是 搞经济的 你们地产经济 包括我们讲了 就是地产经济 搞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保险的 还有其他行业 包括开饭店 我们中心支持任何一个企业 当然这里边肯定就是华人 公司企业 这多 我们希望能生意更好 我们中心会能做 他只要找到中心 我们中心会给他做宣传去做 这也是我们 我们帮人 我们帮助 帮助民众也好 华人也行 我们就是说 他不管哪方面有需求 我们都可以帮助 这个 我们希望 每一位在中心 不管是志愿者 还是企业 还是公司 再到中心来 不管做不做 一共 只要找到中心去 中心都有 帮助他们 去让他们 去能做 中心帮他们 比方说 让他们生意更好 或者让他们 更有能 这都是 中心是 这个方面 我们是 支持大家这样做 我们中心也是 希望这样去做 这就来着 我们肯定支持 这样做 因为你这边 他们 尤其是我们 环境这些公司 企业客人 他挣住钱 他自己在这方面发展 那起码他反过来 他肯定对中心 也会支持中心 我们这样来说 我们可以更好地 把这个公益 往前推进 因为我们中心 现在到现在的位置 政府的钱 我们现在一分年 没拿到 对吧 我们就靠我们 这些志愿者 又出钱 又一些志愿者 又出力 还要出钱 这样去维系到 在这五年多时间 所以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通过中心的帮助 这些个人或者企业 他们能够让他们 能够得到帮助以后 他们也能回馈我们中心 让我们继续把这个 做得更好一点 这点呢 我认为是个 这个是不矛盾 是应该的 我们也应该去帮助 但是 这个作为这个 美安类似的 杰斯类似 这些来 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在国内 你像美安和解释 在国内是非法的 国内是不允许搞的 只有一个案例可以 不管是案例 不管是啥 只要是 这个金字塔的产品 做这块的 你们随便做 我们不反对 这个里边 我作为中心的 我不反对 你们怎么做 我们不反对 大家修备吧